原本大瀡村是做一個公營房屋公屋的發展 很可惜後期就將部分的公屋轉為陸自居 可以作為遷至安置彩虹村重建的黃金機會流失了 有近60年樓齡的彩虹村至今都未獲重建 原區安置屋村的部分單位最終變成6自居啟鑽園 由於彩虹村人口龐大 目前如果要重建或者要以分歧方式進行 剛剛碰到媽媽的手腕擋開了 如果舊石屋擊中寶寶 生命的安全堪憂 公屋聯會核下關注公屋重建聯席 審視房委會和房協核下14個九屋村 願意自2022至2023年度起計的五年 應該優先重建包括彩虹村和和樂村在內的八個屋村 批評當局正是為了縮短公屋輪候時間而跑數 無視石屎剝落和外場滲水等 對居民構成的人身安全問題 雖然你重建是涉及使用大量的公帑 但是你舊屋村現在現存的情況 就是租金收入是十分之念義的 可以這麼說 你就算三、四人單位好像在彩虹村 都是1600至1800元一個月的租金 資石屋是越來越老化的 公眾設施是越來越殘舊的 你要做一個維修保養的洗費 主要越來越昂貴 就是補貼長遠對房委會的財政是越來越沉重 其實房委會早在2013年 已經完成檢視22條非拆手屋村的重建潛力 但是九年過去 至今只有三條屋村有重建計劃 房委會說大規模的重建 會凍結大量公屋單位 影響平均公屋輪候時間 所以在目前公屋需求恩賜的情況下 要審陣考慮是否重建個別屋村 東網記者黃明彤報導